民进党当局去年花巨资 请英国任期最短的前首相特拉斯窜台 但近期美国媒体爆料 特拉斯去年8月 曾游说英国政府加快 对中国大陆出售扫雷设备 蓝英明代直言 这形同台湾民众花钱打自己的脸 2024台湾大选后 外资连续大出逃 17号更上演股会双杀 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林子伦表示 近期因国际局势持续动荡 造成台湾股市全球联动波动的情形 必要时也会采取稳定市场的措施 台湾地区2024选举过程中 民进党不断炒作所谓大陆对台认知作战 选后台法务部门调查单位 成立所谓认知战研究中心 宣称其目的是所谓防止境外势力 通过认知作战分化民心 蓝英担忧 民进党是假认知作战之名 行言论自由管控之实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两岸 两岸关注 各位好 欢迎收看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 我是传树 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弗朗西斯 日前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重申联大工作将以联大第2758号决议为指引 遵循一个中国原则 连日来 东盟 阿盟 非盟 上河组织 也以不同方式重申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 1月19号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此作出回应表示 对这些国家和组织表示高度赞赏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截至目前 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公开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除了此前提到的国家和组织以外 又有马来西亚 也门 阿尔及利亚 苏丹 南苏丹 尼日利亚 科特迪瓦 几内亚比绍 安哥拉 赞比亚 加纳 贝宁 毛里塔尼亚 多哥 赛什尔 加鲍 马拉维 佛德角 格鲁吉亚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 波黑 北马其顿 萨摩亚 脑鲁 墨西哥 厄瓜多尔 乌拉圭 巴拿马 多米尼加 哥斯达黎加 格林纳达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国家和组织 以各种方式公开表明立场 我们对这些国家和组织表示高度赞赏 据台媒报道 美国国务院18号将本周早些时候卸任的 威迪玛拉前总统亚里汪多罗·贾马泰 列入无资格入境美国名单 理由是他涉嫌贪腐 报道称 威迪玛拉目前仍与民进党当局维系着所谓邦交 贾马泰在2023年4月还曾以威迪玛拉总统的身份 窜访台湾地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务院掌握的可靠信息显示 贾马泰在担任威迪玛拉总统期间收受贿赂 以换取履行公职的行为 破坏了法制和政府透明度 这意味贾马泰没有资格入境美国 声明补充称 美国已明确表示 与威迪玛拉人民站在一起追究腐败行为者的责任 报道提到 入境禁令还包括贾马泰的三名成年子女 值得注意的是 威迪玛拉目前仍与台当局维持着所谓的邦交 自脑鲁政府15号宣布与台当局断交后 台当局所谓的邦交国目前仅剩12个 分别是 巴拉圭 马绍尔群岛 帕劳 图瓦卢 海地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圣基茨和尼维斯 伯利兹 威迪玛拉 斯威士兰 范蒂冈 加马泰于2023年4月还曾窜访台湾地区 并声称要加强所谓外交关系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 台独分裂活动逆历史潮流而动 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自欺欺人的把戏 阻挡不了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正如威中有协主席巴尔诺亚所说 中国的历史告诉所有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历史也告诉我们 妄图分裂中国 不会有好下场 据法新社报道 当地时间18号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 日本政府已就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与美国政府正式签订协议 根据两国协议 日本将在2025财年至2027财年 从美国获得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 报道称 日本防卫大臣穆元忍 和美国驻日大使拉姆伊曼牛尔 在东京签署了相关协议 在签署协议后 日本一名防卫官员对记者表示 此次签署的完成 开启了战斧导弹的采购 他还声称 通过合理执行防务预算 日本将加强防卫能力 而在签约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美国大使伊曼牛尔 称赞了日本的新防卫举措 据悉 日本政府计划到2027年将防卫开支翻倍 达到占GDP2%的北约标准 而从4月开始的下一财年度 日本已批准560亿美元创纪录的防卫预算 此外 2023年12月 日本政府还放松了武器出口限制 修订了所谓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及其运用指南 这将使其能够向美国出售 在日本制造的爱国者导弹 针对日本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台湾地区的亲律媒体马上跟进猜测 日本是否会对台军售 并解读称 往后日企或外国许可制造的授权生产品 若征得授权国同意 将允许向第三方出口 该媒体还宣称 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所谓盟友 台湾地区将有希望从日本进口相关武器装备 对于日本购买美国战斧导弹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回应表示 中方对有关动向表示关切 近年来 美国为了谋求单方面的军事优势 不断强化与盟国的军事合作 纵容支持日方一步一步的突破和平宪法 在强军阔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日有关举动加剧军备竞赛势头 冲击地区和平与安全 严重破坏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 损害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发言人强调 由于历史原因 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 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关注 美国和日本应当尊重亚洲国家的安全关切 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相关问题 我们连线北京演播室嘉宾 时事评论员谢南 谢先生您好 看了上述的新闻 您认为 近期日本的军事动作 会给台海地区的安全态势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么在我看来 这个问题非常的严肃 它其实非常鲜明地点明了 未来台海的不稳定性因素 既包括美台之间的军事的勾连 其实也包括台日之间的军事的勾连 甚至美日台三方的军事的勾连 那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不断的深化 美国其实越来越强调 要发挥它的盟友的遏制中国发展的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近些年来 美国明显放松了对日本的所谓的管控 因此才会有这一段时间以来 日本出口武器限制的逐步的放松 尤其是上个月以来 日本通过修改相应的条例 允许日本将美国授权日本生产的导弹 返销给美国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近期 日本内部的政治生态的变化 尤其是日本的右翼的政客 日趋的活跃 大言不惭地提到了所谓的 台湾有势 即便是日本有势 亦在为未来的日台之间的勾连 进行相应的这种铺垫 所以我们必须要指出 从目前的种种的动向来看 未来台日之间的勾连 或者说美日台三方的勾连 将会逐步的深化 那么我们必须要讲 如果这个动向 在未来持续进展的话 将会给台海局势更加 更多的风险 更加的更多的波折 因为对于日 对于美国而言 他打台湾牌的强度 力度和频度 只会不断的升高 尤其是在2024年 当他进入到大选年之后 朝野各党可能会 进相展示对华的强硬 进相的去提升 打台湾牌的强度 而日本方面一直希望 在台湾问题上 展现自己的所谓的 相应的立场 未来他介入台海方面的力度 也会不断的加大 因此我觉得 这个动向 值得我们高度的关注 值得密切的尊重 跟踪 并且我们需要 对其中的某些关键点 保持足够的警惕 特别是要高度警惕 未来日本方面会不会通过第三地 比如说美国 间接地向台湾出售武器 如果那样做的话 将会严重地冲击 中日之间的政治基础 是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 初暴的冒犯 因此对于这种危险性 我们必须要予以高度的警惕 并且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反制预案 好的 感谢谢先生的点评 据台媒报道 民进党当局去年5月 砸300多万元新台币 邀请英国任期最短的 前首相特拉斯窜台 而特拉斯近期又被爆料 他在去年8月 曾游说英国政府 加快对中国大陆 出售扫雷设备 对于此消息 有蓝英明带直言 这形同台湾民众花钱 打自己的脸 英国前首相特拉斯 去年5月份窜访台湾后被发现 他在台期间的交通住宿等 都由台湾所谓远近基金会 和台外事部门买单 总额达9万英镑 约合350万元新台币 美国知名政治新闻媒体 郑克近期爆料 表面上所谓非常挺台的特拉斯 曾在私底下秘密游说英国政府 加快对中国大陆出售扫雷设备 根据郑克取得的文件显示 2023年8月 特拉斯曾写信给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 巴德诺克 要求加快一家英国房屋制造商 向中国出售产品的审批流程 该房屋公司位于特拉斯代表的 诺福克选区 有意向中国大陆出售军用扫雷设备 对于此事 特拉斯通过发言人解释称 他只是履行自己作为代表 诺福克的议会议员的职责 相关消息传到台湾岛内 联想到特拉斯窜访台湾时 赚得盆满钵满 蓝营明代忍不住痛批 等于说花了人民的纳税钱 结果还打了自己的脸 尤其远景后面是谁 后面就是单位 有没有掌握国际 这些重要人士 他们的背景 发言的立场等等 完全是国家利益 西方国家合起来 骗两岸的钱 一个不雷一个少雷 雷不知道我们这里 对于该事件 台外事部门发言人刘永健声称 没有看到特拉斯有伤害台湾的言行 但外界痛批 台外事部门根本就是花钱做假业绩 另外有关演说费用 特拉斯是由台湾所谓远景基金会 透过国际公司邀约签约 是正常行为 台外事部门没有评论 对此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指出 台湾所谓远景基金会 亚洲自由民主联盟 在民进党当局指使下 以所谓民主自由合作为借口 打着学术交流研讨等旗号 在国际上大肆兜售台独主张 极力拉拢贴靠反华势力 制造所谓一中一台 两个中国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事件 拓展台所谓国际空间 大陆方面对上述两家机构 采取惩戒措施 禁止其负责人 进入大陆和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禁止大陆有关组织和个人 与其进行合作 想问问题 我们再来连线北京演播室嘉宾 实时评论员谢南 谢先生 看了上述的新闻 您认为 美西方这些所谓的有台政客 是真的有台吗 那么说句实在话 在过去几年当中 我们看到国际上的所谓的有台政客 似乎越来越多 也似乎越来越活跃 那么我相信这个题目当中 点名的这个英国的政客 就表现得非常的明显 虽然他就任英国的首相的时间很短 但是在与台湾的勾连上 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 但是我们要指出 所谓的有台 恐怕更多的是为了政治利益 打的是心中的利益的算盘 一方面是美国的怂恿于挑拨 因为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不断深化 美国越来越多的希望 将自己的盟友顶上第一线 希望联合自己的盟友 一起去炒作所谓的涉台议题 以此来对我们进行相应的干扰和牵制 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 美国极力在国际上营造一种 所谓的台湾式属于 所谓的国际的民主的阵营 要以这样的民主阵营 来对抗所谓的大陆 这样的威权的阵营 所以友台政客 极力地通过这样的一种行径 进行相应的表演 就是希望能够以此 在他的这个国家当中 或者说对着他们的人民 进行相应的政治形象的包装 甚至是政治的骗票 第三点也就是更关键的 就是这些所谓的友台的政客 嘴上喊的是主意 喊的是所谓的自由民主 但是心里更多的盘算的是 实际的政治利益 主要目的是为自己 以及他背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 谋取更多的实际的政治利益 从这个角度上讲 友台根本就是一个幌子 是一个民意 而最根本的是 他们所追逐的是利益 因此我觉得 当台湾的媒体 尤其是台湾的绿媒 反复炒作这些友台的政客 是多么的支持台湾的时候 这根本就是一种所谓的欺骗性的行为 因为这些友台的背后 其实更多的 需看重的是台湾民众的 明智明高 是看重的台湾的 极其稀缺的资源 对于这点 我觉得岛内民众 应该要擦亮眼睛 应该要认清楚 这些友台政客的真正嘴脸 好的 感谢西先生的点评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2023年11月1日 新修订的福建省献血条例 正式施行 确定每年12月 为全省无偿献血宣传月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的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 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它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 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牌 上个幼儿园怎么说的 跟宫斗剧一样 他们两个以前关系敏感着 别人这样心心复活的事 你就这样出来抢沟 有备而来后发制人 这群女人又在搞什么事 我知道其他妈妈妈 另外有个群 你能把我拉进去 如果我把你拉进去的话 加油妈妈 1月12日起 每晚18点35分 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2024台湾大选后 外资连续大出逃 17号更上演 股汇双杀 台行政机构发言人 林子伦18号表示 近期因国际局势 持续动荡 造成台湾股市 全球联动波动的情形 必要时 也会采取 稳定市场的措施 2024大选后 台湾上演 股汇双杀 17号 台股大跌 185点08点 其中外资狂卖 新台币 782亿元 创始商单日 第三大超卖记录 而连续四天 台股遭遇外资 超卖1411亿新台币 18号 台股财止跌回稳 同样 汇市也成为重灾区 1月15号 开始就相当罕见的 连续大幅贬值 外资撤出 台湾地区的力道 愈演愈烈 台湾货币主管部门 更是罕见的 连续两天信心喊话 台行政机构 也不得不出面 安抚民众情绪 那近期因为 国际局势的持续动荡 造成台湾股市市场 还有全球联动的 有波动的情形 事实上 证交所 以及相关部会 都已经有持续 相关类似的事件 对于关切 这个对于台湾股市的影响 那未来 如果股市发生 非理性的波动的情况 必要是各相关单位 也会采取 稳定市场的措施 切勿过度的恐慌 但舆论仍不乐观 台湾时事评论员 杨世光认为 目前外资出逃的方向 出逃的决心 以及出逃的力度 都是过去十年 二十年来 非常罕见的状态 在民进党当局领导下 连第三方 专业的货币主管部门 都为政治擦脂抹粉 这对台湾投资人来说 可能还会引发 更大的风险 杨世光表示 目前台湾传统产业 像是石化 钢铁 纺织的股价来观察 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些预警 就是海峡两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只要收缩甚至倒退取消的话 对于台湾的基层企业 尤其是劳动密集产业 可能会有非常大的杀伤力与影响 杨世光指出 民进党赖清德在两岸关系上 并没有太多回旋空间 外资担心台海的战争风险 才会引发这么大的脱逃 外资无法附和这种风险 赖清德面临的是 很严峻的金融环境 台湾地区2024选举过程中 民进党不断炒作 所谓大陆对台认知作战 17号台法务部门调查单位 成立所谓认知战研究中心 宣称其目的是 所谓防止境外势力 通过认知作战分化民心 与此同时围绕抖音等 大陆网络短视频平台的讨论 也仍在持续 据台媒报道 所谓认知战研究中心 统合台法务部门调查单位 两岸情势研修处 台湾安全调查处 及资通安全处 下设认知研究 资料分析 应处反制三组 除了研究所谓认知作战策略手法 趋势样态学理研讨 也进一步搜集分析 所谓境外势力影响台湾安全 社会安定外事关系等争议讯息 并及时通报 最后一步则会溯源清查 异常账号 要求下架错假讯息 主动报请侦办 确实他有不死的部分 那我们目前的做法 我们会协调业者去做下架 那如果在这个错假讯息的部分 他有牵涉到违法的部分 那就是会由我们的自动安全处 他们去清查溯源 然后牵涉到针对违法的部分 我们会立案的去侦办 舆论则对这个认知战研究中心 充满疑虑 批评民进的当局 有了更多钳制言论自由的借口 谁来认定内容是所谓的认知作战 会不会到最后又变成是假认知作战之名 行言论自由控管之实 需要对于相关错假消息的传递 做很好审慎的这样的一个因应 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因应的过程当中 政府也对于这些错假消息 来提高我们民众的这个试图的能力 加强相关的宣导 而且来侦测可能的这些错假的消息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 18号受访时宣称 成立该中心是要确切的保障 所谓言论自由 避免错假讯息影响所谓台湾安全 与此同时 对于民进党当局 是否会针对抖音提高管制 陈建仁也做出回应 对于抖音的这个处理 我们政府会审慎来办理 在日前的民进党中常会上 有民进党中常委直言 不需要禁止使用抖音 因为禁止了也没有用 应该去面对 但民进党当局对于抖音的审慎态度 也让响应时下流行热度的正常活动 遭到了变味的解读 台北宁夏夜市近日在脸书 粉丝专页上分享新年活动 表示将举办科目三跳舞比赛 民众报名踊跃 但却遭到一些特定人士的质疑 称此举等于配合宣传 所谓武统台湾 反正大家看一看吧 那个跳跳舞又不是什么 跳舞归跳舞啊 对不对 政治归政治吧 台湾联合报针对此事发表评论指出 科目三的舞蹈动作 要如何与促同扯上关系 这显示台湾社会表面 喜欢吹嘘所谓的民主成就 实则对自身生活方式 与文化实力愈来愈没信心 只想一头钻进沙里 心里凌弱化的速度这么快 才更令人忧心 项目问题 我们再来请教台北时事评论员蔡正元 蔡先生您好 岛内选举刚刚落幕 台法务部门调查单位 就成立所谓认知战研究中心 对此您有何观察呢 现在调查局成立所谓的认知作战中心 无非的是在民进党的压力底下 想要把认知作战当作一种反渗透的方式来处理 也就是要逮捕很多心向祖国 主张统一的人士 包括去大陆旅游 如果有跟中国大陆的干部接触的 如果有在中国大陆发表意见的 或者甚至在台湾里面发表意见 主张跟中国大陆统一的所有的人员 都会被列为认知作战的一份子 这种所谓的认知作战 铺天盖地 过去民进党做了很多坏事 他们被说成是认知作战 他们要花很大力气去洗清 问题是证据摊在哪里啊 民进党不管是在疫苗采购 不管是在公共工程 不管是在所谓的新能源光电产业 无一不贪 这些事情一个一个曝露出来 但是对民进党来讲 它是认知作战 所以在政治这个意识形态上 主张统一或者亲近大陆的 一定就是认知作战 也就是说是在围困台独 跟围困民进党政府的一种认知心理 所以他们要做这种反认知作战的方式 就不断的去研究去调查 想要一网打尽 建立一个密不通风的一个铁幕 罩在台湾所有人的头上 认知作战目的是找出 他们对民进党不利的一些讯息 然后从中间去探讨 如何用法律方式 把它加注于反渗透法的头衔 那这些人只要被检察官抓去问话 大概都吓破胆了 可以从此以后就今生不语 不敢反对民进党 这是他们所要达成的一个目标 好的 感谢蔡先生的点评 不管民进党怎么想 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 对抖音的喜爱都是压抑不住的 近年来从大陆开始流行的 抖音热门曲目 在台湾火速走红 甚至在KTV点播排行榜的 前五名当中 就有四首《来自大陆》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这是KTV现在点播排行的冠军 从第一名到第五名都是抖音歌曲 现在年轻人都唱这些洗脑歌 在台湾的KTV包厢里 唱的都是来自大陆的抖音歌曲 时下的岛内年轻人 几乎全都会唱 看看KTV排行榜上的前三十名 有八首都是大陆抖音歌曲 虽然维里安 《动力火车》和周杰伦也有上榜 可台湾歌手排最前面的 竟然是短视频平台上爆红的这一首 大陆抖音歌曲在台创红 加上这几年 台湾乐团大咖新歌较少 大陆的原创歌曲则比台湾多出不少 连带翻转了整个音乐产业 其实有一些竞争嘛 才会进步 我可能是500那一挂的 500 对500 可能我的朋友是五月天之类的吧 不止KTV如此 在线音乐平台也有类似情况 大陆的歌曲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借由网络唱进台湾年轻人的脑海中 台湾地区2024大选后 选前民进党当局对两岸交流所做的一些承诺 例如台湾团客赴大陆游 陆生纳入健保等议题能否兑现 1月18号台陆委会发言人 詹志宏对外做出回应 交通部还有观光署春节前他们会做好细部的这个规划 然后在政府部门的这个共识之下 他们来做好这个规划之后 春节前就会对外公布 台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詹志宏称 有关台湾旅行社组团赴大陆观光相关政策 会在春节前做好细部规划 台交通部门主管王国才 去年12月4号也曾在公开场合表达过 以2000人为原则 但有必要调整的话 会再与相关部门讨论调整 就看台交通部门与业界收集相关报名旅行团的情况后再讨论 另外詹志宏还透露 陆生纳入健保即将在2月上路 他表示 目前正在收集陆生反应的意见 台卫副部门也已在1月上旬 将可纳保的陆生名单造册 提供给各学校 让学校联系陆生 台卫副部门也会制作他们的健保卡 行政院已经在去年11月宣布说 从今年的2月1号开始实施 让在台湾停留一定期间的陆生可以纳保 那我们相关部门都有举办跟这些陆生的这个面对面的座谈 另外2024台北灯节即将在2月举行 台北市长蒋万安18号表示 将照网例邀请上海代表团参加 对此詹志宏锦表示 只要符合法规都欢迎 对于台北灯会也好 两岸之间的这种比较有指标性的这个交流的活动 我们都很欢迎 你只要合于我们的法规 那这样子我们都欢迎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的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他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牌 台北市大道城 老屋街区游客聚集 传统南北货和新潮店家巧妙融合 组成独一无二的街景 上海百年历史的老建筑 摇身一变成为国际大牌进驻的文化商圈 就连菜市场也全面提升 打造精致的五星级市场 台下平经济 每个周末为您讲述两岸民众的财富故事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在刚结束的2024台立法机构民代选举中 中国国民党拿下52席 成为台立法机构的最大党 18号 国民党推出由韩国瑜领军搭配江启臣组成的韩江佩 争夺台立法机构正负负责人 不过韩国瑜也表态可优先礼让台湾民众党推派副手搭档竞选 与此同时 民进党也推出游锡坤与蔡奇昌组合的游昌佩要与蓝颖对决 我想谢谢韩市长的邀请 让我有这个机会跟他一起为监督制衡 为促成在野的合作共同来努力 韩江佩率先成行 对于国民党的新科民代们来说 无疑是一技强心针 韩跟江的搭配基本上在年龄 资历 特性上面 都有非常好的互补的特质 所以我想应该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 也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应该可以吸引到大部分人的支持 任何人愿意出来承担 我们都给予尊重跟敬佩 蓝营在台立法机构的小鸡们很看好 只不过韩国瑜还是留有伏笔 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国民党仍以团结所谓在野 共同监督为优先目标 因此只要台湾民众党愿意合作 愿意将负职负责任一职 优先给台湾民众党推出的人选 如果民众党的朋友们 也愿意推出这个副手的人选 来跟韩市长搭配的话 那只要大家有共识 那我想我这边是可以这个退出 没有关系 在野的联盟还是需要互相的一个支持 跟力挺才有可能有发挥民主制衡的角色 不过面对国民党递出的橄榄枝 台湾民众党似乎意愿不是太高 台湾民众党方面依旧强调自己 此前提出的台立法机构改革四大主张 柯文哲 黄国昌 黄珊珊在被问及时 也表达了相似诉求 改革的四大诉求 到底他们有没有具体的一个回复 我们再去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那当然不排除可能自体人选 又或是我们全部都投给蓝的 或都投给绿的 其实都是不排除各种的可能性 那当然民众党这边也不会私下跟个别的候选人 进行协商或视力交换 面对中国国民党的积极动作 民进党则是迅速推出 游锡坤与蔡奇昌组合的游昌配 对决国民党的韩江配 政府院长不只是位置的问题 应该对于改革 对下一个阶段要推动的方案 他应该有一些具体的想法 2月1号就将进行台立法机构正负值负责人投票 在各党不过半的情况下 谁能抢下一掌宝座 还得看三党如何合纵连横 项目问题 我们请教台北时事评论人董志森 董先生您好 韩国瑜搭档江启臣参选台立法机构正负负责人 但也给与台湾民众党合作留下了空间 不过台湾民众党依旧坚持 对台立法机构的四项改革诉求 作为合作前提 对此您怎么看呢 我们可以知道民众党在选前 他曾经释出了善意 他说如果选后台湾的立法机构 三党是不够半的话 那他们愿意跟国民党合作 而且愿意让韩国瑜当 这个立法机构的负责人 那可是选后 台湾民众党的态度改变 那韩国瑜他在这次浮显花了非常大的力量 所以那时候的部署就是让他来带领台湾的立法机构 可是韩国瑜碰到了 台湾民众党显前跟显后的态度不一样 那他还是丢出了这张牌 那在台湾的立法机构里面 他有个规定 第一轮投票如果没有人购办数的话 就必须要投第二轮 第二轮就不需要有购办数 谁的票多谁就是立法机构的负责人 那如果这样的话变成国民党政务都可以拿到 就是韩国瑜跟江启臣 所以这个部局说明了其实国民党是充满了善意 反而是民众党他变来变去 所以国民党由韩国瑜领金 喊出了江启臣当副手 但是江启臣这个位置也可以跟民众党合作 不失为一轴 很宽厚 而且让自己的立场也不会丧失的一个好的方法 那我觉得现在民众党一直想 以杠杆之力来表示说 他才是最重要的政党 这个恐怕柯文哲他的希望会漏空 好的感谢董先生的点评 中国国民党在此次台立法机构民代选举中 一举拿下了52席 但不少新津民代都是新人 有着丰富议会监督经验的赵绍康 决定要开班授课 亲自传授质询秘诀 希望新科兰医民代未来进入台立法机构后 可以发挥一一党十的力量 强力监督民进党施政 是羞辱行政院的幕后黑手 是羞辱法院的幕后黑手 是支持暴力的幕后黑手 是支持台独的幕后黑手 高分被质询陈水扁 这场1994年的辩论会 充分展现了赵绍康的战斗力 现在这位政治金童 要把一生的绝活传授出去 我一个立委咨询他 他哪会在乎你呢 你看那个民进党那些部长多嚣张 教我十个立委 我连番轰你 你看你怕不怕 自己会亲自来面授记忆 来教他们怎么样能够真的发挥 以当时以示当白的效果 2月1号新一届的台立法机构将要开议 多位年轻的蓝银小鸡已经成功进军台立法机构 但缺乏经验 曾当过两届立法机构民代 也当过市议员的赵绍康要亲自开班 教新科民代如何质询官员 我会认真的上补习班 也会认真的上新生训练 不管是新人速成班还是民代补习班 1月26号都得准时听赵绍康的课 国民党预计在1月22号 也要举行新科民代座谈会 主席朱立伦领军提前开始操兵 但是我想说台北市议会之外 很多地方议会 其实过去在问证上面的激烈程度 跟这个还是有差别 所以说这个我们新选上的这些立法委员 有机会的话 如果大家愿意提供给我们资源 提供给我们经验传授 我想大家都很乐意来参与 因为我们带着专业知识 可是我们还是需要有很多前辈 给我们指导 给我们鼓励 还有给我们力道 国民党虽然在大选遭到挫败 但在台立法机构 抢下第一大党的地位 新战场瞄准立法机构 蓝军以磨刀祸祸 高端采购合约日前中货公布 前面带郭正亮质疑 民进党当局没验货 就直接定价有猫腻 台北市市长蒋万 更是杠上台卫福部门 表示台卫福部门 没办法对外解释的地方 就交给台立法机构继续监督 前面带郭正亮 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表示 高端采购合约中 有很不可思议的现象 契约中没有评管要求 一般来说 交完货要验货 验不过或是没有所称的成效 就可以要求赔偿 但高端采购合约中 完全没有 他等于是得到那个制造许可之后 就全部信任他了 对于他交货是不是符合性能 基本上 警官署跟食药署就不管了 对于高端的定价 郭正亮也提到 7月中直接写出单价881元新台币 可问题是这个价格是怎么通过的 郭正亮认为后续的问题 要在台立法机构提出来 国民党可以要求 把专家会议资料拿出来检视 另外国民党及民贷还质疑 高端定价只有700元新台币 就算加上冷链 顶多710.6元 高端签约价不但多花三四亿 甚至比买BNT复辟泰的采购总价 还贵12亿元新台币 真的有关三国节啊 还没做完 就订单就下了 因为还没来到订单就下了 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你就先付钱 你不是盘子是什么 薛烈人是盘子吗 整个卫福部是盘子吗 高端采购合约的公布 持续引爆话题 台北市长蒋万安 更是与台卫福部门官员 隔空护腔 为什么选前不大方公开 却选在选后才公开 在2021年5月的时候 签约采购 那10天之后 又签订保密条款的协议 不然要哪一天 就要去拜台 要求看个两审几日吗 事实很清楚 我们也都提出了市政 跟做了完整的说明 卫福部没有办法清楚 对外解释和交代的地方 就交由协议会来持续的监督 我相信这一届年轻的战力 一定会监督到 魁维四年后 台积电在1月18号 再度举办实体法说会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表示 预计将推迟在美国 亚利桑那州第二家工厂的生产 并称早些时候 有关该工厂将生产一种 先进制程芯片的声明 存在不确定性 台积电魁维四年后 再次举行实体法说会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首度松口透露 海外扩厂的最新进度 他表示这个耗资400亿美元的 亚利桑那州项目 在实现激进时间表的目标方面 遇到了挑战 台积电目前考虑将第二家工厂 量产时间研制2027年或2028年 目前台积电正与美国政府 就亚利桑那州的激励措施 和税收减免支持进行持续沟通 此前台积电曾表示 美国二厂将量产3纳米芯片 如今却改口表示还在讨论中 台积电此前已宣布 推迟首家亚利桑那州工厂的建设 称该工厂将于2025年投入量产 而非原计划的2024年 在宣布这一消息时 刘德英提到了熟练工人短缺的问题 事实上这也是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在宣布退休后的最后一场告别秀 他退休意识不仅震撼半导体圈 也引发外界被退休的揣测 有台媒认为 这与美国厂建厂不顺有关 过去30年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